歡迎收看 連環怕 我今天要講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什麼話題 說起當兵是每個國民應盡的義務 你才能救國團 不是啊 我們今天這邊特別來賓 他剛剛經過軍事的洗禮 剛退伍 現在的演藝人員有很多 尤其他們年輕的這一代 很多人一直去當兵 他們哥們覺得好辛酸 捨不得 可是感覺好像一下子就退伍了 好快 那是因為大家在期待中啊 在等待中 一開始覺得日子過得好漫長 但是越接近就覺得 日子越來越快 對啦 一眨眼就來了 這位剛剛放下槍桿 現在又拾起的麥克風 來捍衛歌迷的心靈 來 我們聽聽看自己怎麼說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要為各位介紹這個人 是張慶泽 那他是怎麼樣一個人你知道嗎 他其實跟螢幕上差不多啦 都是這樣開朗的人 可是喔 私底下他是一個非常喜歡 愛鬧的人 他很喜歡跟他的朋友們一起去 玩耍聊天 那 我的那口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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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他傳染的 不過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說喔 他這個人很 這樣 不是說不喜歡洗澡 而是說常常會忘記東西 所以我就要在後面 一直幫他這樣 撿東撿西的 這是他很大的一個缺點 這位是 這位是 這位是丫鬟 還是個 亞媽的丫鬟 手上 發燒過度 阿兵哥 現在已經退伍了啦 張信哲 立定 沒什麼痛過 立定了他還在這樣子 好久沒跟他見面了 兩位好一下 兩位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見 今天早上人家一早就來了 我覺得這個張信的長相有一點點改變 哪裡改變 髮型改變 不是不是 他們之前感覺沒有那麼的陽剛 現在你看看 現在整個你看看 現在整個你看看 果真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 哎呀 那雞湯也是沒有 不是 這個張信哲 有人形容他的歌聲叫做什麼 上帝的和音天使 啊 我專門幫上帝和音 他不常在唱他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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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成笑耶 哈哈哈哈 來來來 好久沒聽到你歌聲了 還是要聽他的歌 想到這個歌曲 他悲慘的經驗這樣 當兵前被我們碰哥這樣 給他改成 我有嗎 很慘的那歌詞 害我從此以後都不能見人 你看 你亂蹂躏人家的歌曲 有啊 你聽聽看就知道了 這叫做歌曲騷擾 不是啊 我蹂躏過那麼多人的歌 你是哪一首的 你聽聽就知道了 來先唱了就知道了 來 老師 請來掛門 先來掛門 我的朋友對我說 對你的你自容一變 對你出場愛情滋味的我 什麼都聽不見 曾經在夢裡還能千百遍 在夢裡凝視你的眼 为何你对我的温柔 湿热不解 哈 哈 见过最美丽的重点 哈 哈 为何对我像痛苦深渊 让我忘记你的脸 让我忘记你的脸 你笑什么 很心虚喔 你以前把人家学成怎么样 来 没有 只有一句啦 哪一句 我的朋友对我说 美丽的女子容易骗 美丽的女子比较容易被骗 越漂亮越好骗 这样 这也无厉害喔 你以后的名声就这样一落千丈 不会啦 我们这样帮你一改啊 更加深观众朋友对你歌曲的印象 哪里 美丽的女子会怕她 美丽的女子容易骗了 张信泽不要会被骗人 真的 我到现在还交不到女朋友 不要嫁 不要嫁 有没有恋爱的经验老实讲 有 可是现在没有了 嗯 没关系嘛 当兵这个时间最好是不要 当兵就走起了这样喔 这一般都这样啦 都这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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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其实女孩子比较绝情 通常 这讲真正的 也是当了这么多观众朋友讲一句公道话 那你怎么样 很多男生在当兵的期间 都是女朋友在那个时候跑掉 哎呦 现在这边讲一句公道话 很多情况都是女人啊 跟他爱了之后 生了孩子之后 男子就把他遗弃就走掉了 少数啦 不然你是今天要接到我生妈的吗 不是 我现在说正经的啊 很多啦 所以奉劝当兵的朋友 最好这个期间不要交女朋友 亂讲 不是这么讲 奉劝当兵的朋友 我奉劝你们喔 你们有了女朋友 最好要结 当兵之前赶快结婚 也不对 但是没有成家立业 没有一个基础 怎么能够成家呢 先成家再立业也可以 卖灰啦 再来做什么 再来那个歌就是要送给那当兵的朋友 有了 女孩子不要教是不是 不是 叫女孩子不要变心这样 这个很难 光用劝的 你劝男的也没有用 要去跟女生讲 要劝女生啊 唱出男生的心声 那你现在是唱给 所有天下的女孩子听是不是 有当兵的男朋友的女孩子听 好 哪一首歌 相信相依 相信相依 看他们 看他们 有的经营 没有人能抵 没有人能抵 人的心 没人能抵 没有人能抵 好啊 相信相依 不过有些地方很难去答到 他说有人追你的时候你要讲不可以 不是啊 这个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是控制 就是说希望大家呢 就是记得相信相依 相信相依 希望这个不管是当兵的期间 或者什么事情暂时分开了你们 大家感情还是很坚定 到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缘分嘛 有缘就有份 对 也希望你早日找到你喜欢的伴侣 谢谢 好啊 我们今天谢谢张信泽 谢谢 金月娥在冰天雪地之中搭救了落难苏生墨基 两人一直结背夫妻 墨基在山寨寒冲孤独之后 决定赴京赶口 墨基能不能金榜提名论看官们 且听我细说从头 中 正是墨基 在山寨寨寨寨一段日子盘缠也快用机 到现在没有放榜 这真是急死人了 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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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相供 什么相供 你们不是说好 你要给我装面子 你现在不是我老婆 你是我的丫鬟 啊 可是现在没有外人啊 还有娘子 相供 你别急啦 我已經去外面打聽清楚了 今天就要放榜 你一定會高中的 如果我能夠有些許功名 那我上台自感謝詞的時候 我一定會說要感謝我的娘子你 如果沒有你 我早就已經凍死在路邊了 如果沒有你 我哪來的功名 如果沒有你 如果沒有你 日子這麼多 娘子 像功名 小二哥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 您的飯錢還沒付清呢 是飯錢你找他要 我 我 找我要 那您住店的錢怎麼辦 也找他要 相公 公主 你講辦法我會感謝你的 殿小二你讓我關心幾天 我會講辦法的 這還能想什麼辦法 您的底細我早就摸了一清二楚 你不摸這個叫花子嗎 哪能住這麼好的地方啊 那我再問你這個找誰 找他 找你 這是西科狀元莫姬 原來是個女的 不不不 莫姬 找他 那就是我了 我中狀元的 皇上在浴瓜園之間 暈暖趕快幫我打點 相公 好 這連頭都變了 連叫花子的女婿都能當狀元 那改天我墊小 不就當轉相了 你 你 你 相公 你鼻子那麼生氣了 我生什麼氣啊 要怪成人在我自己命太基建 誰叫我是叫花子的女婿呢 你們家才會看不起我 欸欸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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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現在心裡很苦 但是我不會怪你的 我會體諒你 因為我是女人 誰規定 女人就一定要善解人意啊 算了 我就在這裡等你吧 嘿嘿嘿 壯元夫人 我沒有錢啊 沒有 先坐下先坐下 這談錢多傷感知呢 我知道現在壯元夫人一定肚子餓 我先找東西給壯元夫人吃 而且再準備個熱水讓你洗澡 這肚子肚子都會走 我過激了 不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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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 嘿 怎麼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好多窮營宴啊 還在等我 哎呀 今日窮營宴上文武百官齊聚 恩師在問我取親了沒有 我 哎呀 我早知道我能夠 砍瘡虎獨金榜提名 哪怕沒有王侯貴妻找我入增 偏偏我就是熬不住 取得個幹雨為妻 哎呀 哎呀 早知道我何必當初呢 哎呀 相公 娘 相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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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相公 你回來啦 哎呦好漂亮 好漂亮 我沒回來我站在這幹嗎 你瞎了眼啊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能今天去球衣店上玩得很不開心 嗯 相公今天在球衣店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發生了什麼事 那也是我的事 不關你的事 哎 哎 真的不愉快 相公 那我倒水給你喝 不用 那我幫你腿肥 那我讓你喜歡的那首唱會唱 啊 男生不愉快 我看 郭婷 從現在開始 我阻止你說話你才能說話 我阻止你動你才能動你 知道嗎 季兄 季兄在嗎 你 你不是 我現在演的是你同學 季兄 我還季兄 我都說錯了嗎 我都說季兄 我都說季兄 叫季兄 那莫姬不是叫季兄嗎 哦 說錯了 季兄深夜來訪有個要事 恭喜季兄 客氣季兄 聽說季兄將要到懷西上任 將來小弟還多望季兄多多提吧 好說好說 哎 這位是 這個丫鬟 啊 啊 這要 才是個啞巴的丫鬟 那是 我小孩發燒過度嘛 那我再把 這 這 這這丫鬟怎麼打怪我 這叫我 欸 欸 欸 地球 地球 哎 各位 這個莫姬啊 終於高中狀元之後呢 卻發現了 他與金玉龍之間呢 能不當互不對的 到底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請別忘了明天請繼續收看 棒棒 國情郎 各位 這個問題就是說 啊 我鍋子錢叫子錢兄 啊 墨姬就叫姬兄 啊 李師師父就叫師兄 啊 我的好朋友台字眼就是 元 姓 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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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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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 有 作息吵动 各位您好 我就是长得不赖个性不坏 作风海派说话实在的曹启泰 您一定会很当纳闷 为什么今天我要做成这个姿势跟您说话呢 您一定也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要扭着脖子一样说话非常的不容易 那也的确 但是我没有办法 原因很简单 我前两天刚去算过命 算命先生告诉我说 只要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里面 我可以坐西朝东 而且耐心的等待 就会有非常绝妙的好事在我面前发生 所以很抱歉 我只好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有好事情就要发生了 我来等 我来找 您看到有没有真的好事发生 那个美丽的女主持人 她正在动 她变成活着 等一下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好事竟然就发生了 您能相信我们的制作人有一双这么美的锤 我现在确定我的朋友真的算得很准 好了好事已经发生过我们还是来谈点正经事吧 对了各位到底现代人是一个什么玩意而现代人是个什么蛙钩我们这样谈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好 今天我们就从算命开始谈起 您看 诶 谈到算命了您可以注意到吗 这边有一个牵筒 牵筒的旁边有个八卦 看到这两样的道具 你当然也想到 对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算命 不过真的讲 在电视节目当中的巧合的确是非常的多 比方说我们这个单元里面谈到生病的时候 所以他自己就生病了 当我们谈到算命 刚巧前两天我就去算过命 假如下一次我们的单元主题谈的是怀孕 那我 那我就要赶快回家 好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算命 我相信现代人有了困扰 他们一定有的人会去找妈妈 当然有一些人有了困扰 他们就会去找妈祖 当然也有一些人有了困扰 他们就去找算命的 所以伟大的专家曾经说过一句话 算命对于中国人来讲 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治疗 唯一不同的是 如果你看了是心理医生 你要不停地讲话给他听 最后你还必须付钱给他 但是如果你找的是算命先生的话 都是他说给你听 而且一直说个不停 最后当然你还是要付一点点小小的酬劳的 现代人不但是爱算命 而且还算得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侧字不挂摸摸骨 面相手相批八字 紫微斗数够深奥 而西洋星座正流行 这当中还包括了 钱仙 碟仙 筷子仙等等 甚至包括了树叶 据说也能够算命 您听说过吗 好了 热爱算命的人 由紫微斗数不停地算 一直算到西洋的水晶球 到最后他们还是乐此不疲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 能够得到他们自己 可以认为满意的答案 我相信您如果算过命 如果您也得到您想要的答案 恭喜您 您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人了 很多人算命都是希望 到最后能够听到一个算命的先生告诉他 连他这个臀部上面长了几颗痣 连算命先生都清清楚楚 那他才真正算是相信这个算命师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碰过一件事情 他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然后故意拿一个错误的八字去试验 看看这个算命先生是不是真的很准 您知道结果呢 他把错误的八字拿给这个先生一算 他还真的可以算出他臀部上长了几颗痣 用错的八字 天哪那也太准了 您想不相信这样的算命呢 好了就让我们来听听看 其他的人对算命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就听听一黑二黄三花四白 他们四个人是怎么说的 二黄 三花四白 我我是一个无辜的家庭主持 我最痛恨的就是那种算命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一天我老公跟我说 他去算命 然后算命的跟他说我们两个八字不合两相犯臭在一起的话 就会非死疾伤疾胸胃部 而且那个算命的还跟他说他命中有两个老婆 所以我老公要跟我离婚 这算什么嘛 我要抗议 我抗议 我抗议算命的干预婚姻 我抗议算命的增加离婚率 我抗议公车涨价 我抗议色情入侵住宅 我抗议 对不起我抗议过头了 我是说我抗议 我抗议算命干预婚姻 抗议啦 我抗议啦 二黄 三花四白 我是B型处女座 命宫是莲珍 其实我也不太相信算命啦 可是觉得算命蛮好玩的啊 我跟我的同学都是用扑克牌来算命耶 这样就可以知道我男朋友是不是很爱我啊 告诉你们哦 扑克牌要说我男朋友很爱我耶 可是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男朋友是人马座的 我是处女座的 星座书上说这两个星座不合耶 而且哦 星座书上告诉我 1992年 我的星座会有意外的恋人出现呢 怎么办 好烦恼哦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烦恼呢 可能是因为我太漂亮的关系 二黄 三花四白 你们现在人怎么那么爱算命啊 问来问去还是问那些问题 什么爱情啦 婚姻啦 事业啦 有几个小孩啦 问这些有什么意思啊 像我就从来不算命了 那你们一定问我到底是谁 我是个公公 你们猜对啦 你们真聪明 那你说公公还算什么命 我自己都能帮自己算命 我一定没有小孩 一定不能结婚 那讲到事业 大家都想升官发财 我是个公公啊 公公再努力 也不可能生成婆婆 公公 我是个公公 公公能怎么一生呢 那你说一个人对事业 爱情婚姻都没有指望的话 爱算什么命啊 爱算什么命啊 爱算命啊 好命啊 三花 三花 四白 老师好 我是个算命的 我为什么会来算命呢 那是因为有一个算命的帮我算命 说我该是个算命的 所以我就来算命的 自从干了这一行之后呢 就发现了两个困扰 第一个困扰呢 就是所有顾客都要来队伍考试 一回说我准 一回又说我不准 好像我这个人啊 无所不能的 真是累人啊 第二种困扰就是啊 不知道该如何的收费 我想了一想啊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在这里了 第一个呢 那就是按时记筹 三十分钟呢 五百块 六十分钟呢 八百块 如果您自己不想限制时间 无限制的聊的话 那对不起 那就包个两千块钱就搞定了 那另外一种呢 那就按照说话的内容来记筹 第一个 就是说实话 就是你的命怎么样 那就由我来说它怎么样 那就比较便宜了五百块 那第二种呢 就是说谎话 你的命怎么样 哎呀 我不全部讲出来 专条您爱听的 您想听的讲出来 对不起 贵了一点点 八百块 那第三种呢 承认说谎 承认这个谎话 就是你的命怎么样 由您自己负责来讲 然后讲到您自己满意为止 到最后我来负责 来打您包票 说您讲的真的是 真的 哎呦 不过 这永损我的职业道德 以及我的专业素养 那就对不起 收您贵一点 三千块钱 哎 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你算的这么准 你算的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自己来摆摊子呢 是不是呢 哎呦 不过呢 最近 倒是挺赚钱的 大部分来找我的 都是包三千的 哎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来算命呢 无聊 您知道吗 其实对于算命这个问题 我心目当中一直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在算命的时候 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到底为什么 好 假设一个状况 比方说我有个朋友去找一个算命先生 结果这个算命先生告诉他说 他可能会面临一场血光之灾 于是他该怎么办呢 他就跟这个算命先生两个人通力合作 经过两个人齐心协力的结果 他们终于顺利地遏止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于是 这位先生觉得很满意 然后这位算命先生呢 也得到他应该有的酬劳 但是我后来就在想 如果这场血光之灾根本没有发生 那你怎么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呢 你也怎么知道 真的是经过你们的努力 才使这场血光之灾没有发生呢 经常这种疑惑会存在我的心头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逻辑困扰 好了 我们再来想另外一件事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 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曾经在几年前和我太太一块去请 一位算命先生算过 她告诉我说 我们夫妻两个人不可能有小孩 如果有小孩就可以去拔她的招牌 可是您知道吗 我女儿现在已经三岁半了 于是我相信另外一句话 那句话叫做 人定胜天 你觉得呢 尤其是在生小孩这件事情 不过有的时候呢 这句话我也不一定喜欢用 比方说像今天 像这件事情 我就很喜欢今天这椅子放这样的角度 我觉得我那朋友算命真的算得很准 所以呢 现在我还是要坐下来继续期待 说不定呢 今天还会有其他的好事发生 你觉得会不会呢 谁说人定是你 有些命运真的很可爱 再来一句 动一动 现在人到一群玩意儿 咱们下次再见 接下来发明不用看 我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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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